好,第一節就發了一些勞騷,希望大家明白 這個節目,我們的風格其實是想做一個雜誌式的節目 為什麼第一節或者第二節很多時候都會說普遍市況 我覺得大部份網友問問題大約知道財經或基本金融知識 但大家的工作未必是從事帳戶和財務 都想聽到我們的節目大約拿到過去星期的市況發生什麼 我們就抽取一些想講的題目或者比較熱的題目 譬如昨晚公佈完CPI,一會我都會質問雷總 是不是市況覺得現在下跌 是不是覺得CPI跌得慢一點,雖然下跌 所以我們的希望可以做到這樣 有時候的風格上為什麼一定會這樣跟 希望大家明白背後的原因 在大約人中跌1.1%,S&P500跌0.6% 然後NASDAQ基本上也沒有跌過 跌0.1% 歐洲市況絕對0.6% 德國、法國跌0.1% 歐洲也不是跌得太多,富士指數下跌了少少 0.5%,但其實也不是很誇張 FX,CPI 是不是公佈的跌得慢一點 所以你看到美匯指數又升上去一點 去回101.67% 但也比較奇怪些 昨晚的市況是否公佈了CPI之後 其實就跌了一跌 但接著收市是否還是有一個升幅 反而昨天出了CPI,今天也出了PPI 其實基本上顯示是美國通脹也是遲早的方緩 特別昨天看到核心的CPI 仍然是繼續貼近一點 即是Norminal的CPI明顯地回落了 但Core的CPI就不是怎麼下跌的 今天PPI其實那個下跌的幅度 亦都是比市場預期比較大 無論是Norminal也好 Core也好 其實那個下跌的情況是明顯的 其實看過去的 這大半來說 其實情況都是 我們看到整體來說 所謂叫做上游的 一些叫做進入的 市場預期來講 其實那個負責都明顯地在舒緩 只不過就是去到CPI層面 特別是核心部分來講的話 就一直都是比較拖著拖著不肯下 所以其實 一些人都覺得就是說 那個服務方面 就拖著 另外就說 居住也是其中一個問題 其實講到CPI 我也是剛剛最近才看到 有一個新的CPI的一個 就是不同的一個計算 是叫做Super Core CPI 就是我們以前叫做Core CPI Core CPI就是 剔除了食品和能源 就叫做Core CPI 核心 現在又叫做Super Core CPI 哇 就是Hardcore OK 這個Super Core CPI 有什麼不同呢? 它就是剔除了 其實它是專注於服務 以及它是剔除了居住 那部分 那也挺有趣的 這個比較技術一點 我不知道今天 是不是有一個好的時間 去解釋這件事 因為 因為其實 好像我之前 過去也有講過 美國聯署局去看這個CPI 其實它裡面所謂的 所謂的居住的指數來講的話 它不是正確是好像譬如說 這個中原的城市領先指標 就是它不是很單純來看這個 近期樓價的 那個成交的那個格格變動 去計算這個居住的 component 它是一個叫做居住的 居住的 這樣 所以其實它是 裡面有一些 assumption 就是 假設如果是一個居住 現在不住自己的樓 去買 去租一個樓 所以其實它是比較 測試是租金 而不完全是居住的 或者居住的 而租金來講的話 一般就是比較貼心的 就是我想如果你們兩位應該都 就是 就是我不知道 就是如果業主也好 就是租金也好的話 其實那個情況有點像什麼呢 情況有點像在香港 就是開車入油這樣 明明這個WTI的價格 或者brand的價格已經下來了 為什麼這個 你去油站那個 這樣的汽油的價格 還一直不下降 那其實這個情況有點像 就是你想一下 如果是租樓給人家住的話 或者你是業主 你租給人家 現在外面那個成交價 可能是真的回落了的 那你不會即時就 減租給客人的 或者你租了 你都不要想著 外面的成交價低了的話 你的業主就即時會減租給你 就是它會有一個這樣的 就是當然是有一個List 所以 所以其實過往來講的話 一直都有一些指控 或者不是指控 就是一些comment 就是說 就是美國那個CPI 因為它capture 所謂的housing component 其實是 不是很reflect到 就是現時的情況 就是它有一個 就是sticky的問題來講的話 那所以其實呢 就會很容易令到 如果聯儲局 就是靠這個指數去 解決它的貨幣政策決定的話 其實就很容易會出事 因為這樣的購入 通常是比較sticky的 一個因素 所以呢 現在呢 就出了一個新的 這個叫做 super core CPI 就只看 就專注於一些 服務 也剪除了 那個housing 的部分 去看這件事 那這件事 挺有趣的 就是 如果 就是比對這個 所謂的 就是core CPI 和 不是這個super core CPI 比對那個core CPI 和那個nominal 來講的話呢 又有不同的看法 這個是 不過 so far來講的話 聯儲局呢 就好像 都仍然是比較 側重 就是它平時 一邊講 那個所謂叫pce deflator 這個評價物價指數 這個所謂的super core CPI 來講的話呢 就好像暫時 暫時沒有什麼 聽過 鮑威爾有特別提及到 他們會不會 就是聯儲局的官員 都開始慢慢 會留意一下這個 super core CPI 那樣 就釋勿以待了 你見到 就是其中一個 看Rental的話 我見到 LFT經常叫做 就是Zillow 這個就是Rental 在美國來講 是很流行的 一個 房地產的一個網站 你看 就是有這麼多質感 這麼多個州 就只有 拉斯維加斯 就是 年代年 三月來講 是跌了1.2% 不過全部 說波斯頓 升8.5% 之前 譬如我們經常說的 紐約 那它都是 看一下先 我記得剛才看 紐約也是 升近 我見你已經過了 是 那好像都升了 在這裡 升了 6.5% 我呢 我有個感覺就是 就是 我有些朋友 就是之前 上個月左右 就 從美國紐約 過來這邊 就 跑這個 倫敦馬拉床 那他們 都納一下 就是 在英國的樓市 或者租樓要多少錢 他們普遍來說都說 咦 英國租樓其實都算便宜 我說 不是吧 都挺貴 那我可能反映了兩件事 第一個 可能有個匯價的問題 因為 始終 過去的一年 都是比較強一點 但是 第二 是否真的紐約那個 租金 或者樓市偏向 真的都是比較貴一些 而他覺得 倫敦來說 是比他們 紐約 可能 一個Apple to Apple 一個區域來說 他都覺得是比較便宜一點 那 這個都可以 感受一下 那 那 因為這樣 所以 出了CPI和PPI的數據 暫時不加息 應該 下次開會就是6月14日 那就應該有兩次機會 剛剛就看了昨天公佈的CPI 應該在開會之前 還有多次機會 就可以看看 剛剛過去那一月份的CPI的狀況 所以 接下來6月14日開會的話 相對來說 聯儲局應該是會獎得更多的CPI 或者PPI的情況 先去下定一個決定 究竟是加息 還是不加息 還是會減息 所以 暫時來說 看到一個利率期貨的話 現在就是5厘 去到5厘二半 那 九成半的人都覺得是會維持著不加息的決定 去到4.8% 大約5% 就覺得會加一馬 但其實上次 如果大家的記性還好 過去一個月 sorry 過去上個星期 就是九成人都不加息的 但有大約9.2%的人 就會覺得減一馬 所以當然 這個就是 不知道他買這個選擇的原因 因為雷總之前也說過 他買可能是做Hashing 或者其他 但是整個市場 計算出來的選擇 就是上個星期的情況 就是9.2% 所以公佈了CPI之後 就多了人就不覺得會減息 甚至可能是會有5%的人會覺得加一馬 所以這個情況就看到 多拿就 强了一些 去到101.7 還有可能 都聽了雷總 就是一個節目 就覺得 美元的地位 其實都沒有那麼容易被人唱衰的 那 無論在Central Bank的儲備 或者交易貨幣的量來講的話 就是人民幣都沒有去到那個位置 所以就 多拿又強了 你看到都升了0.7% 那麼 相當重要 你都不知道現在 我覺得近期 就是在不斷是有 我不知道是什麼人 就是不斷 不斷催這個人民幣 就是 怎樣 上位 跟著這個美元 就是講到這個美元 好像已經是 準備這個告終 我今天聽這個 就是 就是 香港的大台新聞的時候 才說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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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道員說 啊 這個 再有一個國家呢 就 就是 加入這個 去美元化的 行列這樣 這樣 那麼 我心想說 這次是哪個國家 啊 就說是這個南美洲的這個 玻利維亞這樣 OK 波利維亞 這個 就是 這個 這個國家的經濟都一塌糊塗 還要是 恩之之的 這個國家 OK 就是 它搞到 而且我覺得它完全是很 很不全面 完全不專業 它說到 好像說 現在的國家 因為 波利維亞 其實現在呢 它是將本地的貨幣和美元掛鉤的 OK 所以當然很多的 就是大部分的貨幣都是用美元 OK 但是那個安卡 它說到 好像說 就是 我覺得它 就說 玻利維亞 將會放棄美元 OK 那就完全傾向於這個人民幣 我心想 不是 我都很難相信 你說 玻利維亞 如果跟中國的貿易 用人民幣去做結算 這個事情 我不會否定 其實大部分國家 都是這個事情 大部分國家 就算你說 印度等等的話 就算俄羅斯也是 他也是從中國的交易 或者貿易那部分來講的話 還不是全部 OK 是有一部分的貿易 是用人民幣做結算 OK 但是它說到 好像 波利維亞的國家 就會欺放欺美元 OK 就全程去掌握人民幣 我心想 哇 所以媒體這件事情 大家聽完之後 真的要嘗試找多一點資料 真是很不行 現在想這些媒體的話 真是很垃圾 所以要聽到一些 即41的 宏觀散打 還有即44的 我們的節目 那就是 要 我想說 即香港傳媒 我不知道現在怎樣 因為我少看了很多 或者少聽了很多 但是那個 認知作戰 認知作戰 或者有意無意 是想說一些 不知道哪個地方 是想加諸於的一些概念 所以 小心點 不過大話就怕數字 每次說回數字 還有 我今早其實也聽到 KC在另一個平台 說美元那個位置 那個地位會不會受其他不同貨幣影響 他都很雲觀地說 還有 我記得幾年前 大約幾年前 那時候 中國的軟實力還是比較強一點的時候 曾經 SDR的櫃圈 就把人民幣放了下去多一點 美金我記得那個百分比就沒什麼變 犧牲了就是英鎊 就是少了一點點 就讓了出來給人民幣 英鎊和日圓 好像是 和日圓 美元應該是沒什麼變 或者變得很少 我不記得實體的數字 那 那時候你還可以爭論一下 哇 會不會人民幣的重要性是等等性 因為SDR也是一個指標 或者 Sixty一個禁止的一個貨幣可以放些什麼 那都有一個指釁在那裡 但是 現在就似乎 可能是很少的地方會用 或者是・・很局限性的情況下 或者izzasaidi可能收了一些人民幣 我記得 Priya 在上海一個黃金交易所都是買了金 可能pl felony 他也未必太順利,所以情況是這樣 說回玻璃圍,我之前有怎樣留意 你見他也是陷入了循環不適的 我國家的經濟也是亂來 所以我覺得也是一個沒有選擇的原因 所以才會去接受 你說我是偏見也好,因為有些網友都形容我是偏見 這是我的偏見 你見到BONS從去年3月到今年3月 由8.5樓上也跌到6.5 所以影響力升了很多 我先講回市場 Eddie,你可不可以讓我分享 因為剛才提到Super Core的CPI 其實你剛才提到的時候 我都提升了 或者可以讓大家看一看 對一些經濟數據來說 就是知道不多也知道多一點 是嗎? 好 好,我先放大一點 好 首先 好 因為今天剛剛出了一個PPI 我們先很快去看看PPI 另外有一個叫Final DemandPPI 就是白色條線 另外這個黃色條線就是CPI 這個就不是Core CPI 這個是Normal CPI 大家會看到兩條PPI 其實由去年的高位 其實明顯地回落是快很多 即是快那個Normal CPI 即是說 其實在那個製造或者生產的層面來講的話 所謂叫Input Prices 其實那個通脹 是明顯地舒緩的程度是快的 不過呢 去到CPI的時候 就相對傳導性就沒有那麼高了 其實華爾街日報呢 之前也有講過 當中為什麼生產成本便宜了 但是零售價沒有怎樣直接反映到 那很簡單的就是 那些廠家沒有通脹的優勢 就等於過去講很久 就是說油價下降了 你入油沒有便宜了 就是這個問題 這個也不需要太過驚訝 好了 但是起碼大家看到就是 其實那個Input的level來講 其實是真的明顯地是放慢了 還有你如果看回那個放慢的程度來講的話 如果純粹看PPI來講的話 其實去到最新這個月份的兩個PPI 就是本來是Goods 和所謂叫Final Demand 就是Goods and Services的input 其實已經是落到這個2020年 年頭那樣的level 已經是 所以從這個input price來講的話 其實通脹已經是 去到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只不過就是未去到CPI層面 OK 當然CPI有因素有別的因素 OK 好了 另外這個圖 就真的只是看 consumer price 幾個不同的consumer price 那個index 首先 所謂叫normal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賬面的CPI 這個就是剛才那個CPI OK 白色線就是normal CPI 跟著就是那個叫做 平時所說的核心CPI 核心CPI就是黃色的核心CPI OK 大家都看到 其實normal的CPI 都已經開始回落了 不過核心的CPI 一直都是比較膠著 它是有吹降的 不過就很慢地吹降 OK 另外呢 綠色的條線就是聯儲局 現在比較preferred的 那個measure 就是這個PCE deflator 就是那個評價物價指數 OK 都是比較慢一點點的 那個supercore 就是這條藍色線 那個supercore OK 其實supercore 就是我再說一次 就是針對看回美國的services 但是就扣除了那個housing 那個component 租金的component 是的 租金的component 所以呢 其實挺有趣的 因為呢 你看到呢 去年的CPI 一直都比較膠一點的話 其實呢 這個supercore 一直都沒有什麼 不是怎麼回的 OK 但是呢 去到過去這半年左右 那個supercore 那個其實已經開始放慢的 已經是 而那個放慢的情況呢 是那個放慢的速度呢 是比那個coreCPI 更快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平時 一直以為就是 它的services 是拖著拖著 其實如果這樣看的話呢 其實不是 不是全部services 去拖慢的CPI 而其實比較多呢 是個housing 因為呢 這個藍色 它是撇除了那個housing 那你見到現在撇除了之後呢 其實呢 都開始回落了 那所以其實呢 現在美國的CPI呢 是反而就是那個 借購和housing 拖慢了 那但是無奈地 聯儲局 它就 去到這個時刻 都仍然是 看那個 就是PCE deflator 這個supercore 就暫時都仍然是 好像還不是 Dimension 那但是 如果肯看看的話呢 其實呢 可能會 令到他們略為地 放心少少的 這個就 那就是 大家知道一下 因為其實 經濟的東西來講 有時候 久不久都會有些新的東西 都可以跟大家更新一下 那我們第二節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那下次回來再說 OK 謝謝